却真的就是晚期,这种情况在肺癌患者中真实成见,在很多人看来,晚期肺癌不能做手术,这就等于已经被判死刑,治愈不止相差不大,其实不然,无稀是西山人民呼吸内科主任黄勇刚指出,随着医学的发展,晚期肺癌的手段越来越多,一把项免疫疗法未代表的精准以获革命性进展, 肺癌症进入慢病化管理时代,晚期待有存活5年以上不是吃人说梦,被判死刑,证明晚期肺癌患者还活得好好的,晚期肺癌患者能存活多久,一个月,半年还是一年,在多数人看来,存活期可能都比较悲观,但在无稀是西山人民呼吸内科整治祸的肺癌患者中,存活期超过这个数字的比比皆是,今天, 距离患者老张却整四期肺癌,血癌已超过560天,在黄勇刚印象中,这是他们科室近期第三个达成存活超过500天的晚期肺癌患者,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老张每个月都回到西山呼吸内科住上几天,但旁人并不容易察觉到他与调人有何不同, 王勇刚还清晰的记得老张前来就诊时的情形,那是去年年初,老张因咳嗽做了胸不可拉,当时提示两位都八节节,纵个淋巴节冗大,右侧胸腔肌液,但并未明确病理诊断,直到清文西山长期,有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呼吸科专家坐诊, 最慕名前往做了经一步穿刺火简后,才明确病理类型为胃腺癌,后经专家讨论,决定给予老张盘博双药方案化疗, 王勇刚与中大呼吸科主任朱小丽共同,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中,老张顺利迈过了多个关口,复查并造教前明显缩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多学科联合诊疗家全程化管理,给晚期肺癌患者带来生机,过去,人们认为得了癌症,要是连手术都治不好,那就基本上没救了, 而现代医学证明,多数中流需要综合,不仅仅是单纯的手术,这就衍生了一个新的名词, 肿瘤多学科联合诊疗,如今,这种模式在无形已经广泛推广,团队成员一般有肿瘤科,放疗科,病理科,放射科,等与肿瘤相关科室的专家组成, 不难预见,这样的团队让综合诊疗能力变强,有效利用医疗优势资源,弥补了单一科室专业的局限性, 在上述病例中,为老张提出化疗方案,的就是细沙肥结节,和肿瘤多学科讨论组, 过去,肿瘤患者划一个科室的号,就只能跟一个医生交流, 而每个科室的医生会从自己科室的角度给患者一些建议, 有时候和科室之间的观点会不一样,这就造成了患者和家属无从选择的局面, 而现在,多名专家聚在一起,为让患者的病情进行探讨, 然后制定出一个系统的方案,不仅更具权威信,也容易获得患者及家属的支持, 黄勇刚说,当然,这样的讨论并不只是单次的, 在老张顺利完成前七六个疗程的话聊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甘愿再次将其情况,提醒了多学科讨论, 那出第一件事继续给予配美去塞加被拔出单抗抗中流血管生长药物维持, 就这样,老张继续每个月,在呼吸内科注上几天, 短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 不知不觉已过了五百天,突出精准化,个性化, 被癌诊疗正朝着麻命管理帮向发展, 老张出诊时,就已是中满期,失去了手术的机会, 若是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医生能做得非常有限, 但是放在今天,绝对不至于束手无策, 对于肺癌晚期患者,专家们首先想到的是能否利用靶相, 这是目前肺癌精准化诊疗进程中一项革命性的进展, 据介绍,相比低我部分的化疗, 把相更精准,虽然还不能彻底治愈肺癌, 但可以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而且对正常细胞伤害小, 比化疗的副作用更轻微, 可以提高短期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 黄勇刚告诉记者, 目前肺癌把相要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 中外期肺癌患者同样可以获得较为理想的生存率, 比如, 二代Oak-1GiLT-New York阳性外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平均无尽展, 生存期能达到34.8个月, 且能显著延患脑转移的发生, 可以说, 肺癌整体正朝着慢病管理方向发展, 但是, 靶相也有局限, 就是要能找到靶点, 具体的通过检测, 看有没有去动机液, 老张基因检测提示为Oak-2R突变或Oak基因融合, 因此不能使用相应的靶相药物, 但是极致如此, 也并不意味着无药可救, 晚期肺癌诊疗越来越精准的同时, 个性化也在被更多的强调, 黄勇刚说, 中满西肺癌需要因人而异, 必说针对老张有肺部积水的情况, 专家首先通过胸腔臂超定位, 将积水抽掉, 并送脱落细胞进行化验, 然后进行胸部增强核拉, 了解病灶有无心半大血管, 在德州没有上述情况后, 根据临床中流协会, 颁布的原发性肺癌诊疗指南, 给患者使用了被罚住单抗等针对性药物, 并进行化疗, 另外, 还针对患者有高血压情况, 进行了降压逐利, 可以说, 这套流程完全是根据肿瘤生肠部位, 病理类型, 病期, 患者的身心状况, 随着病情的变化及对不同的反应, 进行合理的, 有计划的, 往期肺癌患者也能长期存活, 质量也有保证, 而且随着医保证策深入覆盖, 大部分药费都能报销, 所以, 你的患者要有信心, 王永刚在朋友圈中这样写道, 王元杰,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订阅本频道,